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科幻片 《深海狂杀》 影片一开场 几个龙套正在游艇上打情骂俏的时候 一条不怀好意的鲨鱼 悄悄的就杀到 把这几位全都吓咬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犀利哥及时出手 把这几位给救了 转场之后 医学博士大眼妹 走进了投资人老抽叔的办公室 原来这大眼妹啊 正在用鲨鱼研发一种治疗老年痴呆的特效药 昨晚上那条袭击龙套的鲨鱼 就是从那实验室里跑出来 老抽叔说 我给你们公司投了两亿美元 到现在我还没见到回头前呢 现如今这鲨鱼咬人的时候上了报纸 下周股市一开盘 搞不好咱全都在玩完 从目前严峻的形势来看 我觉得你这研发工作不能再往下干 大眼妹说 老年痴呆是全球性的疑难杂症 我这眼瞅着要出成果了 你居然打退堂股 老太监光业店 你这简直是无耻家笨蛋 你再给我48小时 只要研究成果一出来 你的骨架肯定比火箭窜的还快 大眼妹的一番华言巧语 把老抽叔说的是蠢蠢一动 但事关重大 他的心里还是有点放不下 于是便跟着大眼妹 一起前往在海上的实验室 老抽叔说 大妹子 你刚才那小嘴呰哒呰哒的挺能白坏 大眼妹说 姐妹头几年不仅搞过传销 还卖过过里刀 走过南闯卧北 生意好不好 全凭一张嘴 老抽叔跟着大眼妹来到基地 发现西里哥正在跟鲨鱼在水里兮兮 老抽叔说 哥们行啊 连鲨鱼你都能白坏啊 这西里哥显然对老抽叔 这种资本家没什么好看 说话是夹枪带棒 把老抽叔气得够呛 负责通讯工作的胖大姐 是个活泼的女孩 虽然每天的运动量不小 但饭量也大 因此这体重是常年的巨高不价 由于这天是周末 实验室的很多人都回了家了 只剩下几个主要骨关 等着点喝完 西里哥说 你昨晚上肯定没把炸蓝门关好 所以才让那鲨鱼给跑 小胡子说 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 我这人干工作从来没出过差错 那鲨鱼肯定是从别的地跑出去的 随后海洋生物学家金发美 向老抽叔做了简单的介绍 金发美说 实验用的鲨鱼一共有三条 一条母的两条工的 身体好 而且饭量都不小 咱这水下面一共分三层 第一层是工作人员的宿舍 第二层是水中实验室及工作室 第三层是工程部和高压水体出入口 总的来说 咱这实验室是铜墙铁壁 闻口鲨鱼 连龙王也跑不出去 这大眼妹之所以对研发工作这么的执着 甚至说已经走火龙魔了 很大原因是因为他爹地以前就得过老年痴呆 他知道这种病对老年人的危害非常大 下面介绍一个重要的人物 就是这位积极乐观的厨师鲁蛋哥 这只嘴不饶人的鹦鹉 就是鲁蛋哥形影不离的好几 这二位不仅相爱相杀还整天的恰 鸡发妹说我们之所以用鲨鱼研发 治疗老年痴呆的药 是因为鲨鱼脑中的蛋白质可以活化人脑 到目前为止 基本情况介绍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该出事了 转场之后 大眼妹从鲨鱼脑子里 也不知道抽出了一管什么玩意 反正看上去好像挺值钱 应该是制造药物的重要原材料 经过进一步的测试 大眼妹终于成功 这也就意味着 今后老年痴呆症就像感冒发烧似 吃几片药立马就见笑了 大眼妹等人正高兴的时候 鲨鱼那边不干 上去坑吃一口 就把炮灰出的胳膊给咬断 犀利哥一看那能干嘛 端起枪就打算让鲨鱼领喝完 这条鲨鱼可是大眼妹 好不容易培育出来的原材料 它当然不能眼瞅着 让犀利哥给毁掉 于是这节目急忙一按开关 鲨鱼虚晃一招仨子撩了 胖大姐一看急忙呼叫救援 时间不大 一架直升机就飞了过来 不过由于月黑风高 最后炮灰出和直升机全都爆桥 紧接着就全乱了套 鸡也飞了狗也跳了 把所有人都吓掉了 对生活充满热情的胖大姐 也不幸叫了犯犯 由于大眼妹违反基因工程协定 擅自给鲨鱼增加了脑容量 因此现在这三条鲨鱼 变得比猴都紧 对于人类拿它们做实验这件事 它们始终是咽不下这狗心 现在终于自由了 它们就开始报仇了 这炮灰出也真够费 领了盒饭还不算 到了还成了鲨鱼复仇的子弹 这帮人一看大事不好 撒子就跑 在厨房的鲁蛋哥 虽然意识到可能是出事 但不知道出了那么大的事 打电话也没人接 这心里是越想越不对劲 鸡贼的鹦鹉犹如惊弓之鸟 扑着翅膀撒子就跑 吃瓜的鲁蛋哥正瞎悬磨的时候 海水突然扑面而来 把这哥们冲得是晕头转向 接下来是一场鲨鱼跟鲁蛋哥的对手戏 为了打破黑人必死的定律 鲁蛋哥可算是拼尽了权力 做足了戏 最后这鲨鱼还真没能拿他这么定 反倒是自己嗝的屁 西里哥看了看分布图说 咱现在必须回到第三场 找到潜水的出口 然后坐着潜水艇上 可大家伙过去一看 发现潜水艇已经里了河畔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几个人开始没哄 老抽出说都少说两句 当年我遭遇雪崩的时候 比现在的形势严重 只要是我们报定信件 绝对不会停河畔 这哥们正在给大家伙灌心灵鸡汤的时候 大鲨鱼突然窜起来 一口就把他一吃了 小胡子说 刚才老抽出说的真好 他要不是嗝的屁 我差点用心了 老抽出虽然死了 但他立志的话语 却激励了大家 几个人为了保重命 开始顾头不顾定的逃窜 鲨鱼一看这帮孙子想跑 那能干吗 兜着屁股就追了上来 根据剧情的需要 金发妹在逃跑的过程中 不幸交了饭票 就在这三位走投无路的时候 鲁蛋哥如神明天降 让大家伙又攒起了希望 目前剩下的这四个人呢 最没有存在感的就属小胡子 因此时间不大 这哥们就挂了 接下来是大眼妹 跟第二条鲨鱼的单条 这大眼妹也活出去 衣服也脱了 人也上了桌了 最后大眼妹利用哥拉店 让鲨鱼领了喝汗 经过一番折腾 剩下这三位终于浮出了水面 从角色的分配上来看 鲁蛋哥应该得喝汗 但这哥们显然是不肯认命 在水里跟鲨鱼搏斗了一会儿之后 竟然逃出了鲨鱼的血本大口 我也是吃了狗了 为了干掉最后一条鲨鱼 大眼妹主动去吸引鲨鱼的注意力 这鲨鱼也没客气 嚼化嚼化就把大眼妹给咽了 影片的最后 犀利哥和鲁蛋哥这对好机友 强强联手把大鲨鱼给弄死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语呀行吗 生命本无贵何见 别拿人家做实验 为了私利瞎回来 迟早让你领过来